希望主人在选择剃毛的时候 一定要想要这件事情 初级毛发它可能会长得比较慢 防晒功能还没有出现 但是次级毛发又长得很好 这样不是把热的空气都滞留在他的皮肤上面 这样不是又更热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姜妹们看狗狗猫猫 皮肤课程下马里帅区 下一道了 到底该不该把狗狗猫猫剃毛呢 最近呢 我们在门嘴上面发现 所有的狗狗猫猫的主人 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把狗狗猫猫 马龙头剃光光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在想 天啊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来拍一支影片来讨论这个话题了呢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狗狗身上其实有三种毛发 第一种毛发就是所谓的主要毛发 其实就是这个比较外面的毛发 它可以做到这个防晒跟防水的作用 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次要毛发 就是那个比较靠近皮肤底层厚厚的毛发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触觉毛发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狗狗猫猫他们调控温度的基本机能 在环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其实连接这个主要毛发上面会有一个肌肉 叫做树毛肌 它会起到一个收缩的作用 所以毛发就会树直 这毛发就会当做一个 屏风阻挡冷空气直接接触到皮肤 而下面这个刺激毛发呢 后部就会把湿热的空气 困在这个皮肤上面做到 预寒保暖的动作 它第二个状况是当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树毛肌它就会放松 就会导致毛发可以随着这个空气气流飘动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冷空气就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个皮肤上面 做到散热的动作 那除了上次我刚刚说的这两种情况之外 狗狗猫猫的毛发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防晒还有防水 所以像这种短毛肠 它本来毛发就没有非常多 它也没有非常厚 它的毛直接剃光 皮肤呢就会直接曝晒在太阳底下 吸收了阳光的这个辐色热的可能性变得更高 反正在这个阳光底下会诱发这个皮肤癌的发生哦 除了狗狗的主人非常喜欢帮狗狗剃毛之后 我发现最近啊 猫猫的主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帮猫猫剃光光 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你们知道吗 猫咪是一个来自外星的动物 它们是不能承受任何一丁点的紧迫 但是当猫咪在剃毛的时候 剃毛道的那个声音 再加上带你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交由这个陌生的人去帮他剃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小猫咪又不紧迫 是非常困难的吧 一旦出现紧迫就有可能会诱发一些不必要的疾病 例如说直发性的膀胱炎 所以每次我看到猫咪被剃光光 我都非常非常的焦虑 也非常的担心它们 而且啊 我希望主人在选择剃毛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这些事情 初级毛发它可能会长得比较慢 然后把防晒的功能还没有出现 但是次级毛发又长得很好的时候 把热的空气都滞留在它的皮肤上面 防晒的动作又没有做到 这样不是保持它更热了吗 所以身为专门在看皮肤科的受医师 我非常强烈的不建议去做这个剃光光的动作 除非是今天小朋友有特殊的情况 例如说毛发全部都打结在一起的啊 有可能会有拉扯上的问题 不然根本没有必要把小朋友的皮肤的毛发给剃光哦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所有师储在选择剃毛之前 一定要三思全衡下 我刚说的话 再进行这个剃毛的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